作词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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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直都认为 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可现在呢 真心相爱的夏长 就是这样吗 他做的那些刑警 跟禽兽有何分别 当真是仙妖书徒 原来老仙长们说的才是对的 我就知道 在你心里 在你心里 你根本就瞧不起药 我是药又怎么样 在这三界之中 除了你哥和药灵上身以外 谁不是仆腹在我的脚下 什么众仙长 什么仙妖疏 是仆妖疏 待我杀上仙妖 等他们全部跪在我面前的时候 你就知道 谁是尊 谁是卑 妖王 不管你是假扮狐妖欺瞒于我 还是争讨三界 想要证明自己 你都错了 你这样的人 根本不懂何为真正的尊卑 让我告诉你 顾念苍生者 才为尊 践踏人命者 即为辈 我泽水 为嫁给过你这样一个卑劣者为耻 再给我说一次 我说 我为嫁给过你这样一个卑劣者为耻 愿你跟我 永生永世 绝不相见 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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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竟敢这么对我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你可知道 我换为狐妖欺瞒你 我征讨三界为了证明自己 都是为了证明你没有家庌 其便我是要 我是你的夫婿 我也是最优秀的 什么上神 什么上限 他们都比不过我 全都比不过我 就这么 泽水仙子 就自尽了 是啊 当时两位上神正在闭关 月光上神感受到了妹妹的危险 立刻赶了过去 但是啊 还是晚了 所以 设下的诅咒就极其厉害 鸡水族人费尽了力气 还是不能破解 反正横竖都跟你没有关系 我今天之所以要把这个告诉你 就是让你知道 妖怪捉猎 我知道 阿夫君在凡间帮过你 可他身为妖族大将军 凶残成性 骆宁啊 我知道你很想还他人情 他也难得肯听你的 但有日 他又起歪念的时候 你要去劝劝他 对阿夫君来说啊 你是唯一能引他向善的人了 老祖 你不是有万年仙历吗 你就不能把这药丸子给做小一点吗 你这哪能怪我呀 本身就差了一味药 和娜送来的星辰石 出了名的南华 能练成就不错了 能练成就不错了 这和娜真是好人 这星辰石这么难找的 说送就送来了 是啊 这位妖兄的人情可不好切 和娜又没有你还 你说得对 你说得对 和娜那人确实挺好的 只是偶尔都是怕了 要不是他给你六星妙华阵 也不用老草帮你补身体 对啊 挺啊 不是 你在这干吗呢 我这不能让上仙知道呀 这上仙要知道 我给赫娜送药 他不得把我给 给做了 这赫娜为了我费力之手 还受了那么严重的伤 我心里也愧疚了 想瞒着洛哥上仙 搞得跟做贼似的 是谁在做贼啊 不不不是 什么什么 你听他 听他瞎说 我 你 你怎么来了 我你 你不应该在 重阳宫休养吗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可是我怎么瞧着 你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 有 有吗 盒子里是什么 拿出来 我还以为是新隐山禁贼了 哦 原来不是外贼啊 是家贼 这什么家贼 这都是我自己的东西 我还不能送 送人吗 我 我 我我 我顶多是个跑腿的 看肉脑而已 他才是他才是 你 你 哎 既然你要送的话 就连我的一起送了吧 这个是蛟龙的灵脉 虽然比不上 赫娜那条妖王灵脉 但是也相差不远 对她的手上有好处 原来你早就留意了 是不是找了很久啊 赫娜也是我的朋友 我都忘了 原来我们上仙 也是很讲义气的嘛 怎么不能让我夫人 觉得对不起人家 三天两头地跑去怀人情吧 哈喽 赫娜离开多久了 应该没多久吧 明明说好的 一回去不管有没有消息 都会来看我的 我看这一回是把我 拋到脑子后面了吧 下次回来 我一定要把他困住 让他永远都离不开我 阿福将军 你这是义气之言 有什么用呢 回头骆宁仙子 真发了脾气 你就得把这话 一个字一个字地 吞回去 你闭嘴 阿福将军 仙居好像有人来了 骆宁 这是上仙特意为你找的 蛟龙凌麦 那就谢过上仙了 柳梢很细心 送的这些药材和补品 都极适合我 原来是柳梢送来的东西啊 哥 能不能别把那个丫头 再当成宝了 人家都没把你放在心上 你看 这随便送来一点破烂 看把你开心吧 阿福将 阿福将 你说什么呢 这可是柳梢从仙居和人间到处搜楼来的 费了多大的苦心 哪里也不用信了 我看你是没害死他们小两口 心里不高兴吧 你个老妖怪说什么呢 这不是我说的 是山公主说的 山公主说 岳西天香来自谢令旗 又出现在白凤的手里 能同时驱使这两个人 又有动机和洛哥柳梢为敌的 只有阿福君你 你说的这些都是异测 空穴来风毫无根据 我怎么异测了 我怎么异测了 反正 山公主不会无端端的这么想 他们肯定是听到了什么 赤石摆在这儿 对了 山公主还说 幺君你也未必是无辜的 因为你不怕岳西天香 耻不定 你是为了借此接近柳梢 有别的心思 你编排我就算了 你连我哥都编上 阿福 你放开他 两斤交锋不斩来事 我就跑个腿送了药 还差点送了一条草命 阿福这个家伙 还敢锁老鼠得好 我也去锁 然后掐死他 掐死他 掐死他 来 白风 这个阿福跟他哥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怎么会有这样的兄弟 我要告诉柳梢 好好地方这阿福 老祖 骆宁新子 老祖 刚刚我替你提到阿福 阿福他怎么了 我差点忘了 你在人间的时候 是不是跟阿福很熟啊 是挺熟的 我可提醒你 你那小子远点儿 走 你不过来 我倒露一下 你不过来 我倒露一下 你不过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确利用过他一段时间 不过他之前那么羞辱兄长 我就用他来教训教训先驹 有何不可 先前你利用谢灵奇 暗害柳梢卓秋贤 我硬着头皮抱下你 答应会严加管束 如今 你又做出这种事 让我如何跟先驹和洛哥交代 哥 你是妖啊 妖王 管好妖界安明就好 你要跟谁交代啊 三界不宁 妖界又怎能独善其身 来人 在 阿福胆大妄为 目无君相 给我重重责鞭 以警少游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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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截中我只有你可以亲戚 可你竟忍心丢下我这么久 阿福 你又在跟白凤密谋着什么 如果我真是唯一能引你向善的人 便不能让你一错再错 阿福 你又在跟白凤密谋着什么 我会用我的眼睛亲眼看看 你到底是谁 骆哥 你曾 我为你准备了什么 我发得不及了 骆哥 别费劲了 你只能在我给你划出的道路上行走 骆哥上学 也不过如此 不行 不能任由他做了 必须尽快找到他 老祖才离开没几个时辰 仙子何时又来妖精 我想查一些事情 需要隐藏行迹 幽队之中 属白衣妖君的水源最能掩饰气息 再加上我做的隐形相录 想来应该不会被人发现 查阿福吗 他身边没有其他姑娘 只问妖君你戒不戒 当然戒 阿福将军 您见君上的时候 白凤已经到了 白凤 有人发现吗 周围不知结界 不会有人看到的 嗯 快点 快点 都发现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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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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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白衣妖军 我哥不会做这种苍头落尾的事情 你先回去吧 若有下一步 我再通知你 是 若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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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了我们那么多同门的内药 对 就是他 杀了他 仙缘损耗了他终究还是上线 我明明是让你把柳梢送到洛哥的面前 记住 你为的是得到洛哥 而我是为了族人 内药只是我们的手段 洛妮 醒了 来 多谢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洛妮 真的对不起 我没想到阿福欣这么严 行事这么无所顾忌 他犯下的错 不需要你来道歉 如今 阿福 即便他跟我认错 我也不会接受 以后 我就当从没有认识过他 他若真敢伤害我哥哥 我也必定会要了他的性命 可是你和阿福已经 那又怎样 他触碰了我的逆力 我不可能再原谅他了 阿福虽很拉过分 但对你的感情 从无需讲 是吗 你和阿福 口口声声说喜欢我 却要回我先驱 伤我亲人 这种感情 无福相守 倘若真是要逼我接受 那我也只能一刀一枪地还回去 不是他死 就是我死 我只想问妖军一句 我只想问妖军一句 这件事情你究竟管不管 如果你不管的话 那我就立马回去告诉哥哥 等到那时 恐怕 就由不得你来处置了 你不用担心阿福和白丰 伤你的那些事 我不会让阿福再有机会 再离开妖雀路 被我们抓个正常 你就是那应 德士喧哗 休想小便 出什么事了 我们去看看 你一定会儿 因为他们切项 大是危机沙 还是别人 尽管我们 walking 我们家传统 我们下了 他就用来 再来 手配 走吧 我们下了 小人 我们下了 等会儿 给你们还有一万 不能现在就做定乱 先调查清楚之后再说吧 如果他是清白的 那为何还被关在华谷池 怎能让弟子幸福 戈儿 你太过心软 此事不解决 邪恶做大又该如何 先将谢令旗押回华谷池 不许外出 你可还有话要说 不 谢令旗 领命 庶木 我总算是知道 泽水仙子为何会自枪了 原来对自己心爱的人失望至极 当真是生不如死 怎么了 你是在担心我吗 不用担心 我不会不泽水后尘的 我的确很失望 但不会就此执迷不悟的 我帮你 避免 避免 什么时候回来的 怎么不告诉卫生 你怎么了 气色不太好 受伤了 谁让你受伤的 跟我说 我将他千刀万挂 是你说的 要将伤我之人千刀万剐 你跟我来 陆宁 你找我哥做什么 到底出了什么事 妖君 你说过 会给我一个交代的 阿福 你过来 什么交代 跟我有关 还是跟骆宁有关 阿福 阿福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仙子 我已奉起凌月 令她无法运功 并会将其求于妖学之中 百年不许她外出一步 仙子可还满意 百年 我看 还是短了些吧 给她一些纸笔 让她抄抄书 也好修修心 你们在说什么 你们在做什么 就抄禅心咒吧 诸恶莫作 诸善奉行 舍离诸邪界 消除塑业障 诸恶莫作 诸善奉行 舍离诸邪界 消除塑业障 陆宁 你是不是怨我作恶太多 嫌弃我了 原来你也知道自己作恶太多 哥 我就算做错 也都是因为一念之差 难道你真任性 将我囚禁百年 三界之中 我最敬的就是你 而我最爱的就是洛宁 我做错了 你们打我罚我都好 就算被你们千断万剐 我也在所不惜 真没有想到 最好 竟然是你们两个联手 将我囚禁百年 你 我没有听错吧 百年之后 洛阁应该可以晋商上神了 到时 我不用再担心你联合白凤 放出邪神 扰乱三界 自然放你出来 原来昨天晚上 谁 是 我怎么感觉到了我哥的气息 白衣妖娟 我哥不会做这种藏头落尾的事情 什么时候回来的 怎么不告诉卫生 是你说的 要将伤我之人千刀万剐 你不是问我 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吗 我昨天就已经回来了 之前 我听说了一些消息 我原本一直以为 你只是心机深了一些 倒不至于滥杀无辜 更不会伤害我的亲人 所以 我向妖君借了一点水源 我想用自己的眼睛 耳朵 仔细地去看 去分辨 自己曾经喜欢的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可惜 我听到了太多不该听到的 差一点 被你当朝打死 是吗 我没伤到你吧 陆宁 我不需要你的关心 你方才不是才答应我 要将伤害我的人千刀万剐吗 如今 也不过是幽禁百年罢了 你 你 陆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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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祖宗 庆祖宗 柳少说你可以感应情感 该不会 是你在为我感到难过吧 他们都说你有万年记忆 那你告诉我 当年的泽水 是否 是否也跟今天的我一样呢 我找到了 Hah Hah 200 H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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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靠近 却又看不清 是谁的安排 这一场梦 既已是我的夫婿 从此以后便是我的人 永不许赴 绝不敢赴 如果相扶 活缩束枯 永世孤独 拥抱总够仔细 能否不知倾听 与月之间穿越宿命 大凡回忆 换你留住碑 举杯轮回红尘与潮汐 永无悔一生的后悔 为你追逐云许之地 痛彻心扉 在你自我远 原来 原来妖闻和泽水星子 真的曾经那么深了 树林 你是否还记得 诅咒的事情 泽水 泽水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竟敢伤害泽水 你与你的族人 必将付出代价 我在此历史 你的族人 永求于深水之中 从此济水而生 泽水而亡 从此济水而生 泽水而亡 从此世世受人鄙视 永不见阳光 永不见阳光 你永不温的温暑 拼命 那你卖水而生 永不温暖 我永不温暖 永不温暖 离别还是来厉 坚持请不要提 我们坚持 说我这是怎么了 怎么这么激动 是啊 原来泽水仙子 跟我对阿福一样 爱他 却饱受者 还连累了族人一起受难 洛妮 阿福确实做了很多错事 真的很抱歉 是我没有交好他 我是他兄长 这是我的责任 你们可曾想过 除了劈开四季杯 或许 还有别的办法可以切中 传说中 有 但我们先前事过 根本就无效 不是吗 那是因为 我只传承了泽水的仙缘 没有传承他的怨念 就是我如何想着去原谅 我 也是没有办法的 但是刚刚 婆娑术的记忆已经告诉我 只要传承者 成为妖后 就有权宽幼妖族 解除万年组长 是谁的安排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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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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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